全面這樣做 面子裡的通通有 妳知道我把它裡面的內衣 其實也有搭配 為什麼從裡到外 但是無法拖給大家看 看 因為我的主題就是 讓它紅到八十 就是它的衣服是紅色 所以它內衣是紫色 紫色的 對 而且我本來是要來 推薦給心梅姐的 所以我拿的是雞到黑 雞 可以看一下 從下面 對 我想一下 不是 這樣子 不是 紫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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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沒有 這樣子可以 這樣嗎 大哥好 歡迎光天的女人 我知道還快七年要過了 在一陣子就要過 旺旺年了 要過狗年了 那麼在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安排要去送禮 然後就會安排走春 或者是要跟同學見面 同學會 這個時候打扮就很重要了 因為春節就很容易穿得太貴氣 太Over或太老氣 對 有一些老人家的觀念就說 春節就一定要穿棉襪 很喜氣 就覺得 為什麼要穿棉襪呢 奇怪 我們要怎麼拿捏才會剛剛好 請叫兩位大師 李怡婷老師 嗨 大家好 吳亦玲老師 嗨 大家好 老師好 我以為很大聲打招呼 不是 吳亦玲老師就全身 歐嚕嚕 很少穿紅色的衣服 過年了 有一年 你帶我去買 粉桃色的棉襪 你記不記得 再來 香港 香港 怎樣粉桃色 你有穿嗎 有 我們那一天吃飯 大家跟爸爸媽媽 他們全部都要穿 對 因為長輩就有規定 就像是因為長輩在這裡 棉襪趴 OK 洗氣 沒有 因為我都穿黑的 我以前都會去新美姐家吃飯 我每次就是一樣 黑色T恤 黑色褲子 然後就一個拖鞋 戴個眼鏡就去 然後新美姐就說不行 因為過年一定要洗 我說可是我沒有有洗氣的衣服 那我們就去買 買 那就買 是 莉婷老師 其實也特別為了我們 對 穿紅色的 是 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過年 其實我們家也都比較單純 都只是拜年 而且雙方家長認識很久了 所以也不用太 客套 客套 對 所以就穿一個紅色毛衣 然後耳環也可以戴這種鞭炮 還有這種年輕人要參加同學會的 對不對 來 對 像我就是 我覺得我算是 去同學會裡面保養得很好的 很敢講 對 就是我都這個年紀了 你知道我現在去同學會 看到以前就是班上那些 班花 小花 看起來怎麼樣 現在都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這年紀 我的同學們 幾乎都生小孩了 觀眾不知道妳說 生小孩怎麼樣 幾乎都生小孩了 他們這個年紀是多大年紀 三十出這樣 三十出頭了 對 幾乎都是有生小的嬰兒 然後來都不會認真打扮 可能就是穿個家居服 所以妳就亂穿 沒有 我今天是那個 哪個 運動休閒 紅色黑大班 紅色黑大班 我就是不想要太over 太貴氣 可是我就又想要有一點紅色這樣子 對 老師可以嗎 其實我也是紅色黑大班 對 我其實跟老師一樣 只是顛倒 但是因為 但是他看起來比較像去打麻將 對 就是這樣年輕的感覺 同學會很年輕 好悠閒的感覺 感覺就是去隔壁打麻將 而且是要隔兩三天那一種 一鎖下去就是這樣 你這樣去參加同學會 同學會覺得妳今年過得很不好 為什麼 他們都穿得比我還隨便 都穿家居服 可是我也是家居服 不是 這也是家居服 我這也特別的打扮 媽媽在家 在小孩不也穿這種棉的嗎 對啊 就冒T褲子這樣 沒有 因為我覺得小蕾的同學 因為常常在電視上 看到小蕾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同學會 想要看到本尊的時候 應該是有所期待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這樣出現的話 你可能想說我已經比一般的運動服 可能比來的同學已經有打扮了 而且運動不要讓他們覺得 我跟他們差距很遠 但是其實妳的同學會有點失望 就同學會就只會穿件上差這麼多 對 因為有時候 這樣會失望 對 會 過年就很普通 剛剛佩傑看到我一直說 妳今天穿得好好看 不是 我沒有說過年 過年媽媽一定跟妳說 妳去換一件衣服 沒錯 對 過年就不能這樣 平常妳可以這樣 平常這樣很好看 我覺得小蕾應該 如果大家期待說 今天小蕾會來 同學會 他們一定是希望 妳從電視機走出來 他們兩個都很隨意 但是紅糖今年就過得比較好 應該有那一趴 有一趴毛的關係 其實我跟小蕾穿得非常像 如果撇開我這個皮草的話 我們就是前套客戶 可是這個皮草一穿 整個就不一樣 可是沒有 我覺得妳的褲子 至少妳穿得高跟鞋 對 妳的鞋子 因為同學會不外乎 大家一定會比較 就會說我一年賺多少錢 然後小孩生幾個 然後練小孩一年生幾個 就是會比較比來比去的 一年生幾個 妳這一年紅糖 妳這年胖了幾公斤 三 四公斤而已 可能大家 就是妳的同學 可能對紅糖的印象都是 她剛出道那樣子很火辣的身材 妳如果過年這樣去見大家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說 紅糖應該就像欣梅講的 妳一定胖好幾公斤 再也回不去那種青春的霸腿 那髮型呢 吳依琳老師妳覺得 紅糖頭髮就是討人厭 我故意是在抖成這樣子的 然後同學就會立... 這句話可能不能講 就是如果是男不能說法就會說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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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 我一直在那邊這樣這樣 一定要的 然後一直勾引同學的老公 坐在那邊 對 不好說 可是他被我勾引 其他同學一定希望算算我趕快回家 趕快回家 真的 太能力親近是不是 對 還好妳吃胖了 要不然妳真的太騷了 趕跑而已 對 就是妳又白 然後就是又感覺 漂亮 講話又嗲 對 很痠癲 然後餵她吃什麼 她都覺得很好吃 好好吃喔 你看看 好幸福喔 這輩子我可能都不會有這個姿勢 真的嗎 這樣嗎 老師應該要再寫 快來啦 兩個人都要改造衣服 那紅糖妳先幫她 我覺得紅糖我先弄她頭 搞定她那燒頭 紅糖 因為我相信 我相信她只是除了胖以外 紅糖我相信她的臉蛋 都是維持得很好 她這樣好像龍毛 好可愛 龍毛 妳先脫下來吧 老師 妳想要穿穿看嗎 我不要 謝謝 其實基本上紅糖 她一個頭髮很乾淨就很好看 就是馬尾 對 乾乾淨淨的 然後露出她的眼睛 然後我會幫妳把分線換一下 換一下 老師為什麼有時候大旁分 會讓人覺得很不親切 因為它怎麼會叫燒貨分線 燒貨頭都這樣 一大旁分 然後頭就要斜 一斜它就要一直撥 一直這樣撥 對 一定要右手撥左邊 左手撥右邊 因為妳現在只是中分了 就親切一點了 撥 撥了撥嗎 會有點K 到這裡就會卡住 肉太多 這什麼 這怎麼那麼多 慕斯 好想撕喔 對 大家要綁一個不討人厭的頭髮 雖然要乾淨 不要凌亂 又沒有要勾引人家的意思 然後又不要有距離 頭髮一定要有一個濕度 有濕度 尾濕度 對 看起來是濕的 但是其實你去摸是乾的 對 可是濕度很容易讓人家看起來 是你頭髮沒洗頭 你等一下看 不會 所以就要慕斯 所以要有慕斯 就不會這樣暢暢嘻嘻這樣 對 然後它也會有線條 然後再來就要用 爸爸最愛用的排骨酥 排骨酥 很緊喔 對 我忘記了 你的頭皮比較瘦 你看 中麻尾嗎 對 中麻尾 不要太高 太高會覺得很像舒染紋 可是這樣好像學生時代 比較親切 還沒完 這是要親切 對 沒錯 親切 她又不喜歡親唇 她喜歡騷 等一下嘛 等一下會讓她 隱隱約約小少 這樣好不好 好 看 而且妳這樣說 頭髮又有光澤 人家不會覺得 紅糖妳幹嘛 頭髮怎麼毛毛的 還在那邊剝來剝去 就已經夠毛了 還是 這個後面跟旁邊我們都綁好了 都很乾淨 對 然後 我要改她的分線 如果妳要去參加同學會 那妳倒不如就來個中分吧 中分 我先把妳改掉 因為妳長期分那一點 對 然後其實可以用一些 比較不硬的慕斯 然後先用那個 排骨酥 左右把它酥好 那個線 把它被固定住的分線 對 把它這樣站起來 然後借我吹一下 好 不好意思 太好了 有一些分線因為我們習慣那裡分 那就再也分不過去 對 因為它 然後那邊就會凸掉 那妳有中分是要放下來嗎 不是 上面這裡也要放上去 兩側的這邊才是放下來 來 是維持一個精緻的臉盤 好乾淨喔 好不好 但是不刻意 不做作 紅糖要早一點睡 紅糖 妳要早一點睡 我看起來很晚睡 沒有妳的前面的頭髮 急速變少 真的假的 如果一直熬夜一直熬夜 額頭會凸掉嗎 頭髮會掉很多 真的喔 真的喔 尤其熬夜的人最明顯 是 然後頭氣味會很重 真的假 所以我現在頭氣味很重嗎 有一點 剛剛吹風機在吹的時候 我鼻塞我都聞得到了 看起來很簡單 好像其實 其實我頭最難辦 對啊 我看起來好像良家復活 是啊 可是其實 你不是 沒有啦 其實如果大家看雜誌的話 新的 最新的 其實很多 馬尾綁的方式會是 它留的會變成是比較直的 一點點鬚鬚的披在旁邊 中間有一點點假高度上來 對 然後後面走路會動的那一種 好的 這是吳怡婷老師幫你設計的 一個好女孩的頭髮 是的 接下來呢 要有貴氣的那個 你要參加同學會對不對 對 我們就要交給 林怡婷老師 其實像今年呢 其實過年的時候 剛好遇到情人節 對 對 有重視 我覺得在過年的期間 它的包款就可以偏 就是比較這種 有情人節款 就是荷葉邊 蝶蝶結 對啦 就是很女性化 包包 如果說過年呢 你有同學會 或者是跟你三五好朋友呢 剛好聚會呢 那你想要表現一下 我今年呢 今年實在是過得太好了 可是呢 我又不敢就是說 全身穿得黏黏黏 我的紅應該要擺在哪一邊呢 你看 不錯 這個紅可以接受 對 對 就是讓它是 袋子 就紅包 那種感覺 真正的紅包 對 紅包 然後 因為其實像今年呢 其實過年的時候 剛好遇到情人節 對 對 是 好久沒祝於情人節 2月15 今年的過年感 2月15 對 真的 對 等一下 It's Miss Q 男友們 為什麼那麼便宜 我沒有 那是你們的 我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 在包款的選擇上 因為它其實還未婚 所以我覺得在過年期間 它的包款就可以偏 就是比較這種 有情人節款 就是荷葉邊 蝴蝶結 就是很女性化的包包 其實這個也滿有心機 就是說 它雖然是像一個背心的感覺 但是它荷葉邊 還有加上它在背的時候 這個蝴蝶結有一點往前 所以就會覺得你臉上有蝴蝶結 就會比較甜美 然後所以我把過年的紅 放在它的包包上 但是過年其實 是穿暖和的衣服的最後一波 你過完年開始 如果你在穿毛茸茸的 就有一點過時了 對 因為開始好像去拜年的時候 都開始出太陽春天來了 對 要去走春了 對 已經走春 所以我們不要穿得太重 比如說黑色的毛衣 反而可以偏像這樣子 毛茸茸有一點像太迪熊毛的感覺 很舒服 對 然後它裡面是一個洋裝 其實是一個小碎花的洋裝 就是有一點春天 春裝加冬裝的混合 這樣我們感覺 因為太熱還可以脫下來 對 然後再來因為小蕾的腿很細 所以其實他的同學也很希望說 看到你的樣子 要把你的優點顯現出來 就會說小蕾 你都沒有變 跟高中一樣 或是跟大學一樣 所以我就幫他搭配是這樣子的 高跟鞋 但是前高 後高 有點芭蕾舞的感覺 但是這樣子的鞋子就是 好像小蕾剛剛趕完通告過來 所以就會讓他覺得說 你從電視走出來 因為這時候大家一定覺得說 我這麼久沒有看到小蕾 我今天看到他 我一定要跟他合照 然後要跟我朋友炫一下說 站起來比較有氣勢 對 然後要讓同學知道說 小蕾是我同學 但是如果都是很 就是流行的元素 或者是太成熟的元素 又覺得可能會比 跟他的同學會有距離感 所以我就幫他搭配一個 就是年輕人現在很流行的這種 棒球帽上面有個小球球 對 就比較Cajule一點點 對 其實像這樣的裝扮 如果它要更Cajule一點 就是更清明的路線 就可以搭配這樣子的鞋 就是說如果你剛好的冬天 就是現在過年期間 有寒流的話比較冷 那你就不要穿這樣的鞋 你就可以穿這樣羊毛雪靴 看起來就會更清明一點 就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種感覺 就會更清明 而且就會毛茸茸 但是身高就是氣勢沒有那麼強 就會比較矮一點 對 但是就會很親切 親切感 就會很親切感 對 我覺得除了這樣子的裝扮之外 其實小蕾如果希望說 給大家有一點就是清明 就是說比較Cajule 其實不一定要完全就是 紅色黑大扮這種路線 其實可以走這樣 真的是有一點點 早春的味道 少女的 對 然後這是彩色紗 所以就不會覺得這麼重 也是毛衣 然後裙子就可以用這種短裙 也是要把它的優點 但是有一點拼貼 有一點早春的味道 然後把它這樣子穿起來 然後再穿雪靴 其實也可以把它年輕 比他朋友年輕的這種 氣息表現出來 然後還有像這個 就是也是相親的 對 相親裝 真的很相親 對 很相親 對 因為這個有一點珍珠 就更貴氣了 就是說如果你同學 就是說你今天來同學會 然後又看到以前小時候 很喜歡的男生 其實你就要穿得有桃花一點 我覺得像這樣子 毛茸茸的 有點 粉嫩的 對 粉嫩 然後有珍珠 但是裙子又更公主一點 就是除了沙之外 還有一點蕾絲這樣子 好的 然後搭配這樣子的雪靴 其實也是可以帶來 就是有桃花氣息的穿搭 喜喜的紅包包 配上冬春裝混搭的完美組合 展現光鮮亮眼的時尚態度 參加聚會 你覺得是全場矚目焦點 小蕾瘦 所以她其實穿 怎麼蓬 怎麼搭 其實都還 我覺得不會 對 不會難看到哪裡去 很Q 問題是她長滿了肉 然後她皮膚又白 本身就是貴氣 還要貴氣逼人的那個雕毛 怎麼辦呢 來 紅棠請 你還是很貴氣 好 紅棠的路線 其實我就是讓她穿的 裡面是很薄 外面是很保暖的一件外套 因為裡面太薄 對 裡面很薄 幾乎脫起來只能 像夏天的衣服 但是是秋冬的顏色 很喜氣的顏色 我覺得一樣 比較方便飯局 因為飯局 她要跑場有沒有 這裡只能待一個小時 她在一個小時又要再跑 就套一個外套 沒有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今年有很多這樣的毛外套 而且到日本街頭 幾乎每個女生都穿這種毛外套 歌舞雞丁那邊很多 對 然後你看很多韓國美 也都是穿這種外套 對不對 但是大家都說 比較少羽絨 對 羽絨都是Azuma 對 沒錯 所以你就想說 可是台灣沒有那麼冷怎麼穿 台灣沒有那麼冷就要這樣子 裡面就要穿這樣 裡面就要這樣子 吃得很好 妳今天吃得很好 還不錯 所以妳知道我幫她 裡面的內衣其實也有搭配 對 為什麼呢 從裡到外 可是是無法拖給大家看 想不懂 今天只要看什麼 我們看不懂 對啊 因為我們也是豐滿女生 我們也想要穿之後 沒有肩帶 然後又有肩帶 內衣也要搭配 要肩帶往下 對 往下 因為我的主題就是 就是她的衣服是紅色 所以她內衣是紫色 紫色的 紫色的 對 而且我本來是要來 推薦給新梅姐的 所以我拿的是雞罩杯 雞 可是我不喜歡有海綿的 我不喜歡秤墊 我只是薄薄一點 我是可以偷看嗎 可以 她等一下會拿褲子 因為我們兩個還滿需要 對啊 哇塞 妳看不到 妳讓她看起來 這樣看起來 看不到 這件衣服太緊 太緊 可以 我可以 她有了 從下面看 從下面看起來 不好 妳看 從下面 不要從下面 不是 妳抽 妳抽 沒有 沒有這樣 這樣子可以 好嗎 大哥很好 好開心 裡面有內襯 對啊 好 好害羞 老師她最大只有到G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 打表黃 因為等一下會留下來 拍補鏡頭 對啊 補姓梅姐的視線 而且剛剛老師說 穿上這件內衣 我說好 可是我一開始G 我想說我沒有到G 會不會穿鬆鬆的就剛好 是不是 她是日系的對不對 日系的 日系 如果妳平常是穿F 妳就要穿G 明白 對 就是讓妳去 對 讓妳很有信心的品牌 真的 大家罩杯都升級 妳看 剛才就是有一個腰身 她在找這種洋裝 我覺得她就很適合穿這種洋裝 因為第一個這邊 完全是平口 然後又可以 袖子又可以有小肉性感的肩膀 然後再來 如果再搭配這個毛毛的外套 又可以吃了 對 就是這種貴氣的感覺就會出來 然後一定要穿有一點跟鞋 一定要 一定要 要有氣勢 這種前高後高 就是說妳站一天都不會累 沒錯 因為她這個很薄 所以有點那種獅子的洋裝 腳一定會很冷 對 下面會很冷 對 我就幫她配毛襪 可是還是有樓空蕾絲 這是毛的 這是毛料的 毛料 可是還是有這種樓空 對 所以我覺得她可以做這樣打扮 當然金色 除了內衣是紅到髮子之外 紅到這種金 然後這種鑽 就是紅到鑽 全身上下都有這種 那種好兆頭的異味 又金又紅 對 然後如果就是說 要更 就是端妝一點的話 我覺得像 雖然這是紅配黑 可是裡面的洋裝也是很適合 也是可以吃到飽的 對 也是很適合扮演 好可愛 然後像她 像她綁這種馬尾的時候 其實後面很重要 後面也要有點看頭 好可愛 那裡 紅蝶結 像她現在綁這樣的馬尾 有一個大蝴蝶結 頭髮撈起來的時候 其實她脫掉 其實在室內這樣子穿 她也滿有那種喜氣的感覺 然後再搭配上一個 很厚的外套 單一件 很有氣質 很有氣質又很有喜氣 然後這時候 你就可以戴一個金包 有一點這種金色系 對 這樣子 其實它感覺好像就是 我們很像春蓮的顏色 可是因為它的型 它的型都是簡約 然後也都是女孩的風格 所以就不會覺得老氣 很可愛 對 好的 大師出手果然不同凡向 時尚的馬尾髮型 又帶點鄰家女孩的氣息 從你到外 換上紅刀髮子的時尚洋裝 披上貴氣十足的柔毛大衣 參加派對 你覺得面子裡的都有啦 如果我跟媽媽們講說 或者是剛去給人家洗完頭 你想要瀏海維持 比如說有一些人她到一天以後 紅鬆 對 她就會一條一條 對 很容易 然後會游游 你教大家綁這個 因為第二天 第三天 像姿佑姐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 比如說抓一點點中間的夾起來 因為其實這個弧度 你真的有夾起來 你看她這樣側面 也很好看 接下來就長輩代表了 所以有一下就是說要去拜年 過年嘛 過年 因為過年一定要有年味 那你不覺得棉袄 棉袄就是一個很承托過的 其實我們去洋茶的時候也想承托過 對 真的 洋茶反而是穿旗袍 也有棉袄的 也有棉袄 推車的人 但是我們這種棉袄 是真的棉袄 現在那種會推車的阿姨很少了 很少 很少 兄弟飯店 二樓還三樓 好有味道 好有味道 有羊茶Q 對 都穿醬 頭髮也都綁醬 對 不是 因為棉袄它有一個高齡 所以你頭髮要盤起來 其實這樣會比較舒服 對啊 怎麼辦呢 老師 這頭髮 好妙喔 頭髮是 頭髮你那個過年過節 要先跟巷口的那個美容院 預約聊 真的是 第一屆滑航空間 是這樣嗎 那時候已經發十幾歲了 來 它才會弄得準 趕快過來 不然 穿棉袄要怎麼弄 穿棉袄 千萬不要 綁兩根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 太工整了 你知道過年過節 尤其大過年 你要去跟那個巷口 美容院預約 然後他一定給你攀很多的腳 對 他會餐比較近 你就是可以撐四天 要不然他沒有開門 有的還會撒亮粉 真的 其實我會建議 這是真的棉袄 建議大家就是先不要 判通吧 對 先上電棒 先加上幫你吹捲 我建議 我是捲的 對啦 第一天吧 第一天吹捲 不要綁 對 它還很蓬鬆 對 不要綁 就上看你喜歡什麼樣的捲度 都可以 如果你真的撐到了第三天 真的受不了了 一定要綁起來 對 一定要綁起來 好 新公主 很簡單 新公主 你只要會馬尾就可以了 很簡單 公主頭大家也都會 對 就綁這樣一半高的 對 可是老師今天綁的是很多一半 沒有 跟我平常綁不一樣 平常是綁一點點 你不要綁太低 記得 只有姐 你千萬不能綁太低 好 一大半 對 好 這樣看得到嗎 看得到 好 然後一樣 從這個中間 一搓 我要先把它的身後進 為什麼一定要把黑色橡皮筋擋住 又看不到 看得到 看得到 我們是看不到 自己也看不到 自己看不到 靠很近的人看得到 好 不是啦 那感覺才會有一個整體感 對 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三天 好 這第三天這樣嗎 沒有啦 先這樣對不對 好 然後 這樣挑 很簡單 這個你們一定會 上面綁一下 往上 好 一定會 再綁一個 一個 這裡你的靠近頸部這裡 就要拉緊 才會貼 對 會 這個我會 馬尾 兩個馬尾 不要拉出來 不要拉出來 上面蓋下來 蓋不下來 可以 剛好 好可愛喔 你可以在這裡加一個 小的鯊魚夾 對 好可愛喔 加一個小的鯊魚夾 或者是法式 或者是用夾子都可以 好像孫小梅 這很簡單吧 孫小梅 大坨 因為 我相信媽媽們過年也沒空 對 好像 對 很可愛 很可愛 好年輕喔 而且你又不用刮 然後我跟你講 對 不然我們平常就是綁 然後一直刮一直刮 好可愛 綁馬尾 初五再綁馬尾就好了 因為初五都出油了 對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髮廊初五或初六就會開 對 其實現在很糟 好可愛 好可愛喔 然後你又不會很老 然後也不會扁眠 這個很可愛 對啊 好簡單 對 比剛剛俏麗多 而且頭型好看 對 然後你可以把你的瀏海一樣 對 前面好難弄 其實我跟媽媽們講說 或者是剛去給人家洗完頭 你想要瀏海維持 比如說 有一些人他到一天以後 紅鬆 對 他就會一條一條 對 很容易 然後會油油的 洗臉 化妝品 主菜 對 主菜可以學藍媽戴浴帽 對 真的假的 真的 主菜可以學藍媽戴浴帽 然後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們可以夾的人 大概在家裡 你就可以把它夾起來 如果真的不行第二天 第三天 為什麼教大家綁這個 因為第二天 第三天 像姿佑姐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 比如說抓一點點中間的夾起來 因為其實這個弧度 你真的有夾起來 你看它這樣側面 也很好看 對 所以其實綁一個 你可以有 比如說瀏海變一下 就有不一樣的感覺 對 然後瀏海基本上 因為你剛剪了瀏海嗎 剪正著眼 我上次幫你用的時候 好像還沒有 還是有 媽媽都喜歡把瀏海弄很厚 對 為什麼 後面好像都沒頭髮 剝在前面 全部都是瀏海 剝在前面 為什麼 阿猜 可是其實媽媽們都覺得 看頭看命不好 所以其實過年感覺 要露一點額頭 對 比較開運 我們就會把它往旁邊剝 對 是喔 這樣也可以很有喜氣 但是 很有型 對 好看 比較年輕 這樣 後面很簡單 後面簡單 對 但是因為如果 如果 你就把後面的時間 弄前面這樣 留給前面 沒有 我只是想要建議 就是說如果真的是 像姿佑姐這樣 然後她想要比較撐 其實現在可以在家裡練習 其實很多媽媽會自己在家裡練習 對 真的 然後媽媽們千萬不要覺得 這樣子是不對的 現在流行的是這樣子 沒錯 就是要這樣 一撮... 她會覺得這好像沒有弄整 其實因為她們喜歡這樣 我剛才在講那一撮 為什麼不夾起來 批好就是 對 她們喜歡這樣 順順的 對 對 一撮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 我小時候我媽都只有燕魚蒙蒙 對 就是這樣 對 小時候我媽都會覺得 得寶書順 不行 現在不行 然後要平均生配 然後要平均生配 這樣... 隨意 對 好不好 空氣感 而且還要不對勁 而且這樣才剛被風吹過 就是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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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說OK OK OK 老師教得學會了嗎 就算美容院休息 也能連成四天的髮型綁法 即使要出門拜年 也不用擔心頭髮見不得人囉 接下來Lidia過年要帶小朋友去 留了小票之後 就一定要到處去走春 去拜年才有紅包 可以幫她省起來 妳確定嗎 妳確定嗎 好難講 對 對 但因為我覺得 就是逢年過節 或是任何重大的節日 有了小朋友以後 穿搭就變得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 其實有的時候是加分 讓我們比較簡單 有時候可能自己 我們穿的東西不合理 但是如果小孩 跟你穿的一樣 怎麼就好像是一組 就變得很好看 像這是她一歲生日的時候 然後其實這是 原媽媽自己的夢 因為我一直都很想要 穿一個大空裙 很誇張的空裙 所以我就想說好 我一定要讓我女兒也穿 跟我一樣的膨裙 這樣我穿就不奇怪了 那是藉由女兒的名氣 對 這是原地的夢 然後我覺得很重要一點 就是不能完全的一模一樣 還好妳生女兒 對 而且這樣夢不管她 就是譬如說像我 她就帶了一個 獨角獸的頭褲 超可愛 我也不能就也帶一個頭褲 可是我就會去找 譬如說像我的上衣 就有獨角獸 就是你要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看得出來是同主題的 對 然後像過年的話 那可能就是會要有一點點紅 但是因為小朋友很髒 所以你一定要穿 我就會覺得 很容易弄髒 很容易弄髒 低口水要吃東西爬 所以有擦身上 牛仔也是一個滿重要的 因為可以撐比較久 比較不容易顯髒 然後可能如果 我今天自己這樣穿 就會覺得好像有點邋遢 就是隨便 可是如果我小孩跟我一起 真的嗎 你會覺得很可愛 很可愛 對 就是我女生 而且不是完全一樣 譬如說我是淺色的背心 牛仔背心 小孩就可以深色 然後裡面的格子襯衫 也不是完全一樣顏色 但是你就會看得出來 是一組一個式 對 造型就是不要完全一樣 對 那牛仔的話 也可以就是吊帶褲 那也是有紅色 對 就是看得出來 就是你們兩個是一拍的 爸爸就暫時不管他了 很明顯 對 就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 我覺得很讚的是 過年的時候 其實台灣很容易下雨 她是雨衣 然後有的時候抱小孩 你要撐傘 或是一手要拿紅包 一手要撐傘 真的不方便 一手拿紅包 一手撐傘 對 拿紅包很重要 對 紅包不能淋濕 所以妳知道 雨衣這樣很重要 妳就可以就是帶著 然後就比較行動方便 然後它又是亮色 雖然不一定要紅色 可是我覺得就是要亮色 好可愛 長輩也會喜歡 如果天氣冷一點的話 好可愛 就是天氣有斗篷 妳就覺得小的都特可選 對啊 都是小的要版的 而且我非常推薦媽媽買 像這個牌子就是比較貴 可是我為什麼買斗篷 因為CP值比較高 斗篷可以從 這個斗篷 我女兒從9個月開始就可以穿 她可以穿到2 3歲都OK 就是可能從很長穿到比較長 因為很有袖子跟那個 長度的味道 聰明的媽媽 所以斗篷我覺得可以投資 一件比較好一點的 這個牌子算貴 對 但是因為妳裡面 如果穿得隨便一點 套一件有質感的斗篷 我覺得看起來 整個就是比較貴 沒錯 妳這媽媽很有強迫症 對 就是我覺得很嚴重 還是她的配件 我發現媽媽都是這樣 媽媽很追求 而且不要生女兒 生女兒更容易加 兒子也可以 我兒子小時候我也是 我買棉袋 用棉袋 用棉袋 因為她那種從小到大的棉袋 所以她們從小到大 妳都會買棉袋給她們 會 然後有時候 那長大會有很多件棉袋 她們這輩子一定很討厭棉袋 然後她們也有背心的 也不一樣 真的很可愛 講那小孩子真的可愛爆了 妳看我小時候都 我小時候也會給她們 穿這樣的一個棉袋 然後每年都給她們拍個照 是不是很可愛 還戴那個帽子 對 然後妳 她們只有這個時候 可以給妳打扮 對 妳現在20歲了 妳會把她抓來穿棉袋嗎 她也不會穿 她也會贏妳 妳知道嗎 我爸媽 我現在穿這個 感覺妳要把我抓去燒了 她不喜歡 她喜歡 過多的聯想 對 她喜歡那種 幼群老師介紹的衣服 超強的 孫華老師介紹的 Oversize 很流行 對 她都會喜歡老師 她們走漸淨的Style 貴氣逼人的衣服 走得很尖端 對 她包括她去打麻將 她都有那種 就是擺正 什麼外套 就像老師講 什麼內衣 對 一定要一組的 一定要一組 對 她說打麻將要贏 內衣跟內褲要一組 真的 要穿一套 真的 要穿一套 這個我知道 這個最近很紅 很紅 這一件 對 最近很紅 你看 非常紅 為什麼 因為她 老實講 對 她這裡有鏤空對不對 對 妳穿了以後會有一個很 鏤空的蝴蝶結 然後她另外的鏤空是在這邊 有 她們打麻將要贏 內衣跟內褲要一組 真的嗎 要穿一套 一定要穿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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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套 但是什麼顏色沒關係 儘量是紅色 紅色紫色 妳說整套要 同一個顏色 同一個顏色 只要藍就好了 藍就 藍的 藍的 藍色跟綠色都不好 對 難轉 那妳們過年會穿紅內褲 沒有 這個很重要 不會 為什麼不會 但欣美姐會帶我去買 新的內衣 初衣的型 對 要穿新內衣褲 我會把內衣褲的部分 放在腳上 因為我覺得從腳 妳把內衣穿在腳上 我是說 不是 對 我想看別 我把這個好運的顏色 會放在腳上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反而是襪子 你放到就是一個開運的 從腳底開始就開運 整個人就開 這個襪子很可愛 有錢 你看 它一邊是寫有錢 那一邊是寫人性 然後妳這樣穿著的時候 穿去 每次穿去就是玩呱呱樂 因為我不太會打牌 然後就穿去呱呱樂 都會中 是真的 真的假的 然後如果你今年想要 就是不追求有錢的話 妳就可以換這個 桃花 然後這邊就給列 給列 這要給小蕾 真的 對 而且這個 它又是設計成一個紅包 妳就算是 所以它本來就是放在紅包裡 放在紅包裡 因為我如果拍戲 在劇組裡過 我就會給工作人員抽 看他們抽到什麼 然後這個就是 花生好事 就是妳只要穿著它 妳一路都會花生好事 把妳自己心裡想的 什麼我要給力 要有錢 要有桃花 穿在這裡了 裡面穿紅的會 對啊 裡面是誰 就自己脫下來 會覺得好成熟 就是很紅 可是妳自己看 是 老師要介紹的是 其實日本人他們就是有說 其實穿紅色內衣 內褲 它會讓我們身體 就是血液循環會比較旺盛 真的嗎 對 他們有去做實驗 是讓男生的血液循環 不是 讓自己 讓自己的血液循環會變好 然後所以妳就會 就是心態上會比較積極 然後也會比較 譬如說血液循環好了 妳會改善妳的手腳冰冷 對 所以其實紅就是會讓 自己的那種血液循環 體溫上升 所以其實在過年 就建議大家都可以穿 紅色的內衣 譬如說像這一款 紅色內衣 真的好紅 還滿好紅的 還有鑽 對 這個就是紅到鑽 有沒有 然後褲子也有鑽 有沒有 有 而且這個就是 稍微比較性感一點 真的 因為有一點髒 紅色很容易看起來 過性感 對 所以這個 黑色比較會 真的嗎 對 黑色比較會引人瞎想 對 比紅色 我覺得過年有時候 因為剛好今年過年 又是情人節 所以稍微帶點這種喜氣 就是有一點過節的感覺 其實也可以買這樣 像那一石二鳥 過年穿 情人節也可以穿 真的剛好 對 然後還有 很可愛的 就是像這個也是 紅的 你看 這一套紅的很可愛 這個我知道 這個最近很紅 很紅 這一件 對 最近很紅 你看 非常紅 因為它 老實講 對 它這裡有鏤空對不對 你穿了以後會有一個很 鏤空的蝴蝶結 然後它另外的鏤空是在這邊 在這一邊 對 所以你 如果你這邊有肉的話 它的鏤空 誰那邊沒有肉 不是 就是說它以往鏤空 一般都坐在罩杯的邊緣 它坐在這邊 中間 對 中間的地方 還滿性感的 然後 因為這個是一個蝴蝶結的概念 它有三個顏色 對 然後也有黑色的 沒有我們的尺寸 因為我演做過 真的喔 這個褲子也很可愛 褲子這邊也有 它就是 褲子好可愛 很簡約 也沒有蕾絲 但是利用這種 有剪凍的那種感覺 然後創造出性感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也是滿適合 在這種過年情人節 在一起的時候 可以穿搭的內衣 今年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要穿的是紫色系 對 就是 今年好流行紫 對 尤其外衣很多是紫色對不對 你其實紅到發紫 你就想說我不敢穿紅的 那你就穿這種紫色系的 那像這種紫色系的 如果比較 就是基本款的話 就是比較像這樣子 這個就有水餃墊在這邊 而且是很 很厚的水餃墊 對 這個是有一點 可以讓你 集中脫高 讓你過年身材會特別的好 然後這個 這個就比較紅紫紅紫 然後這也很可愛 你看 蝴蝶結 然後這跟灰色有一點搭配 就是說你不想要這麼 要比較個性一點 那你就可以找這種比較 就是灰色蕾絲去搭配 然後還有 如果你要走比較春天的 你可以走像這樣子 有點春天 這有貝殼感 好可愛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給 就是洗澡杯以下的 因為它又很簡單 然後這個有一點貝殼 那種擺著效果對不對 就會看起來弧度會很漂亮 然後它也 也沒有像紅色那麼艷 但是還是有一點可愛的性感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 可以就是在 過年又有情人節 可以穿搭的地方 像這種就是桃紅色 因為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有紅色 你今年想採購一件比較不一樣 桃紅也是帶桃花的顏色 然後像這個就是有一些 就是機能性 比較有這種膠狀的 其實是讓你不要滑掉 因為如果你動作比較多 它又可以讓你比較集中 但是又不會跑掉 真的喔 有煞車 對 有一點煞車感覺 所以這個也是 滿適合在 過年可以開運的內衣 總之我們過年就是 紅到發紫 對 紅到發紫或紅到鑽 都是可以讓大家去 就是買一件開運的內衣 那頭髮呢 老師 頭髮呢 就是很簡單 洗乾淨 不要有臭味 不要上太多造型品 髮質光澤要顧好 你就會有好桃花 好的綠色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